我们刚刚听完了台湾民主进行曲 六首代表时代的非常特殊的歌曲的演唱 是 我们也可以听到就是那些整个民主进程的发展 都透过这六首歌去表现出来 其实清清你有注意到其实除了刚刚的音乐演出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还蛮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一次的服装 好像听说有一些特色是吗 是 那么这一次的这个整个庆祝大会 服装也就是礼宾人员的服装的设计 大家也都非常的关心 那么在过去以往的重要的国家庆典 我们看到礼宾人员在过去称为金差 那么这一次也把名称赶了 那么是礼宾人员 那么他们过去都是女性的话都是穿着旗袍的 那么旗袍相对上其实是在行动上是比较不方便的 那么这一次整个礼宾人员的服装设计 就很特别的全部都是Made in Taiwan 是台湾设计的 那么设计团队是这个实践大学高雄校区 它是由时尚设计系的林恒正老师以及谢怡文老师 那么他们组成了一个设计团队 来为大家设计出非常青春活泼又俏丽的服装 对 而且除了这一次的整个礼宾人员的服装设计之外 听说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秘密 是我们新总统的服装也变成一个大秘密吗 是那么其实有人说这个在今天的这个旧职典礼之前 没有人知道的三大秘密 那么其中一大秘密就是我们蔡英文总统 她今天的服装穿着 那么刚刚其实从这个旧职大典宣誓大典 我们就已经看到了 那么蔡英文总统她穿着的是乳白色的西装的外套 那么同时呢她今天是以裤装黑色的裤装呈现 也可以说是展现出的是一种比较端装 但是也不失利落的感觉 那我觉得是蛮不错的一个服装搭配 其实之前大家就在猜测到底是裙装还是裤装 结果答案今天揭晓了 今天终于揭晓了 那机密也已经揭晓了 那么其实待会还有另外一个机密 那么蔡英文总统也会帮我们揭晓 就是她的旧职演说的内容 那么这一场这个演说内容相信也是大家主 在此同时我们也要请大家静后等待 而目前我们可以看到的是 国防部的师傅乐队三军联合仪队 就是国军联合乐仪队有再度的进场 来到了目前的广场上 因为紧接着我们要迎接的就是 第14任正副总统他们会一起出来 然后刚刚轻轻提到的 也就是我们总统蔡英文将会发表她的旧职演说 而目前三军乐仪队国军联合乐仪队正在进场当中 国军联合乐仪队现在操演的是 凯旋进行曲 以崇高荣重的军旅迎接总统副总统立临现场 The Joint Military Marching Band will now perform the triumphal march as they give a military salute to welcome the president and vice president 目前国防部示范乐队正在演奏的是凯旋进行曲 而中华民国第14任总统蔡英文 副总统陈建仁 他们预定是11点的时候会进场 来到福建广场接受大家的欢呼 而且待会在正副总统他旧定位之后 国军将会演奏元首的乐曲 并且会释放礼炮来向国家的正副元首致敬 目前看到的就是目前乐队正在进场的画面 而仪队也紧随其后 等到他们乐仪队旧定位之后 大家就会一起在现场站定 等候总统跟副总统的立临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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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府正舞台的正中央已经就定位 现在正在整队当中 待会在蔡英文总统发表演说的时候呢 三军乐仪队就会在场上仔细地聆听 各位现场的贵宾 稍后约莫再过三分钟左右 总统以及副总统将会立临大会的现场 请大家静后等待 在三分钟左右 总统以及副总统 总统和总统的总统 会来到主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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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